這個還可以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基因改造食品 基因改造食品呢 多數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將外來基因排進我們需要 使用的相關產品 像是把殺蟲肌的基因轉生到濃度 可以減少殺蟲肌的使用量 或者是增加營養的一些基因轉生到殺蟲肌之類 可以增加它的營養 基因改造食品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很多人都反對基因改造食品 因為它還不確定會產生什麼不好的因素 但是我們也是為了要增加它的營養 或者是我們的收成 而去增加基因改造的食品 那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這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 所以 我們來探討一下 好的成分跟不好的差別 好跟不好的 每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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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下一個 這邊可以看到 基因改造前跟改造後的差別 紅豆呢 在改造前 都是普通的紅豆 基因改造之後的紅豆 就會產生像這樣子一點點 黑黑的 那下面的是紅蘿蔔 紅蘿蔔看得出來 對基因改造 就是不怎麼好看 反向也不好 改造之後 變得比較大 而且 大家都會想要買這樣的紅蘿蔔 那這邊是 基因改造的優點 可以大量生產 跟 增加它的營養 減少使用成本 提高經濟價值 謝謝 這一點呢 就是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 會影響我們 吃的食物 跟吃的人 或者是 過敏 有一些人也會對 基因改造食品產生過敏 但是 卻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 只有少數人過敏 而且我們 這些也沒有什麼研究數據 基因改造食品 最大重要的就是 夢生過 這邊講的是 有過敏因素的 巴西堅果 將它裡面成分的 甲硫氨酸 的基因 植入大動之中 想要增加它的含量 但是卻發現 使用者有過敏的疑慮 所以 該 總指公司 就有提引資 相關嚴重 但是這個跟 剛剛講的 莫山坡 有沒有環境我做決定 南非引進大動域 引進 基改的域 大動域 提高了 農民的收入 這些基改 確實是好的 但是 也學人 也會認為它不好 畢竟是基改的 人家操作 它到底是好 這邊提到的是 莫山坡 他們將 基因改造 壟斷 壟斷 並提高它的價值 然後讓那些買的 農夫呢 讓那些買種子的農夫呢 增加他們的 成本 這邊是不好 但是 讓 原本沒有 原本沒有 它的價值 增加它的價值之後 這項目是好的 看這邊 大動棉花的種子呢 都增加了 四成到兩倍半分 今天你改造的食品 可以解決 糧食問題 它可以增加我們的說成 也可以增加它的營養 基本上是可以解決 糧食問題 但是 我們 還是有 激烘的人 這邊要講的是 精英改造的制度 我們很害怕精英改造的食品 是因為 在市面上 大多都不會表現 它是激感或是沒有激感 拿到買的人 就要一直的害怕 所以 我們要在這邊 零售上 掛置 讓它 標籤 是有 精英改造食品 讓大家知道 讓大家知道 我買的東西是 基因改造的 還是沒有基因改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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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我們 相告資料 好 我們這邊 總結 就是 要讓大家知道 基因改造 也是有好的方面 又不是全部都是壞的 我們只要控管 以及讓民眾們知道 我們適合基因改造是什麼 而且 增加我們的實驗 讓我們都知道 它的壞處在哪裡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 增加我們的 經濟價值 基因改造食品 經濟價值 經濟價值 基因改造食品 經濟價值 讓大家 讓大家 不再害怕 我們所謂的 基因改造食品 謝謝大家